恨 恨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三 二 大哥 他們可都是些沒見過起的新兵 萬一到了戰場上 不用擔心 告訴他們 陸哈是會衝在他們的前方 繼續操練 他說 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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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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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就是张哥雅真痛 我给你下去 指导屋拉出来 说 不要打了 我命打人的手艺 你是敢说了什么 他来了 他在哪 在前年的破坑 他要我一个人去接 大哥 不能去 只是和金台鸡不站在构结 我们不能上他的道 是啊 说不定纳契雅的事情 他一直在寄屋 你一个人去 太危险了 见什么见 拿下乌兰再见他也不迟啊 现在还不是还能闹翻的时候 我去去就来 哥 大哥 我们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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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都怪不章太早日不听啊 就这三日之内 我到哪儿去布置兵器和军备 我从而过 像这样的红衣大炮有石门 那努尔哈赤绝没有活路 驾 罗尔哈赤都督 好久不见了 如外将军今天来的真是巧 巧都不为巧 我是臣布占泰贝勒所起 布占泰 我说过让你再活三个月 你以为有朝廷的撑腰 就可以多活一天吗 都督大人不要误会 我求你这大人来的 不是要跟你为敌 我只想求你放过我 如白将军 朝廷早有明示 女将各部的纷争 由女将自行消逝 布占泰她逼死了我的女人 我只要她一死 都督大人言差了 辽东总兵肩负守土安民之子 你们煽动刀兵 就是对抗朝廷 对抗皇上 我虽是代理总兵 可你们谁要敢挑起争斗 我就对谁不客气 对尔哈赤大人如此 对乌拉 叶赫 二位贝勒也是如此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的 不许对都督大人无力 武汉哈赤 说到底 女真总是一家人 何必刀兵相见 你们不必让我为难 朝廷在辽东屯兵十万 不是摆设 要是眼看着你们杀来杀去 放手不管 皇上岂能答应 有话好说吗 今天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各自退兵 乌拉贝勒 你 谢总兵的安排紧 我这就带兵返回乌拉 好 叶赫贝勒呢 叶赫贝勒 我再问你话 叶赫听命 你往哈赤走走